今天为你介绍一本《全球化与国家竞争》 副标题是《新兴七国比较研究》 这是一本讲新兴经济体的书 所谓新兴经济体是相对传统的欧美发达经济体而言的 像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这样的金砖国家 再比如墨西哥、韩国、波兰、土耳其、埃及等新钻国家 钻石的钻 这些国家在近几十年都实现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成绩亮眼 但近几年大部分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似乎都遇到了问题 比如巴西 这个国家的GDP在2011年一度超过英国 但现在的GDP世界排名已经被甩出前十名以外了 还有人说南非根本算不上金砖国家 它只是虚晃一枪就落后了 为什么很多新兴经济体十多年前迅速发展起来 但很快就后进不足呢 国外学者对这个问题有过大量研究 有人认为新兴经济体是新兴的发展还不完善 需要克服大量的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但也有人认为新兴经济体是个伪概念 这些国家只是恰好吃到了全球化的红利 当全球化退潮 红利减少 新兴经济体也就不存在了 今天这本《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是一个中国学术团队对新兴经济体问题的系统研究成果 这个团队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领衔 温教授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和中国农业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 主持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针对新兴经济体这个课题 温铁军教授提到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全球化 还有一个是全球化背后的国家竞争 什么是全球化呢 温铁军教授认为 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自由平等的交流互动 它其实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竞争 全世界不同国家在国际中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核心国家 有的是半核心国家 还有的是边缘国家 全球化本质上是核心国家 像半核心国家 半边缘国家 边缘国家一层层转嫁成本的制度体系 核心国家当然指的是美国 边缘国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转嫁的内容呢 既有经济成本转嫁 还有政治成本 面对不平等的国际竞争 处于边缘位置的发展中国家中 有七个最具代表性 这便是温铁军教授讲的新兴七国 包括中国 土耳其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西 委内瑞拉和南非 这七个国家都实现过快速的经济增长 但除中国以外 其他六国都遇到比较严峻的问题 了解这些国家的发展困境 不仅是在全面了解新兴经济体 还有助于我们认识 全球化不平等竞争的本质 下面 我们分两部分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了解一下 在全球化竞争中 核心国家如何向边缘国家转嫁成本 第二部分具体看一下 面对西方转嫁成本 新兴国家遇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陷入了僵局 他们的出路又在哪儿 我们先看核心国家如何向世界转嫁成本 我们常说在全球化大潮中 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 这句话是在强调 全球化的影响范围广 程度深 但温铁军教授提醒我们 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竞争的参与者 并不是个体 而是国家 因为全球化的本质 就是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成本 这个过程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的 自然界的水从高处流向低处 从湿润的地方渗透到干旱的地方 全球化也一样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位置并不平等 利润和风险的流向也不一样 20世纪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曾提出世界体系理论 简单说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 一是一体化 世界从孤立走向联系 二是不平等 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是个不平等的圈层体系 其中英美等国占据高地 居于体系的中心 一些中等发达国家位于体系的半边缘 某些东欧国家 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 处于体系的边缘 英美等中心国家 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 充足的金融资本 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 为了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 他们会利用优势 对半边缘和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剥削 半边缘的中等发达国家 一边受着中心国家的剥削 反过头来又去剥削更落后的边缘国家 而处于边缘位置的那些亚非拉国家 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 温铁军教授借鉴了沃勒斯坦的理论 提出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一副结构 来解释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竞争格局 他也把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不同国家 划分为三类 由于英国早已衰落 现在占据核心地位的是美国 欧洲日本等美国盟友 位于半核心或半边缘的位置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则环绕在外围 与20世纪一样 处于相对核心的美国 以及他的盟友们 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 也要对边缘国家进行剥削 并且转嫁各种成本 那如何剥削如何转嫁呢 温铁军教授认为 从16世纪欧洲殖民活动开始 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剥削和转嫁 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16世纪欧洲殖民开始 直到20世纪初一战前 长达300多年 欧洲各国对外剥削的方式 是直接的殖民越多 两次世界大战 到20世纪80年代 是第二阶段 虽然经历了两次大战的摧残 但资本主义国家 毕竟有先发优势 可以继续转嫁成本 具体方式是向刚成立的 发展中国家 转移低利润 高污染 耗费人力的低端制造业 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国家和地区吃到了红利 比如亚洲的四小龙 四小虎 还有拉美的墨西哥 阿根廷这些国家 但代价是当地生态环境 遭到破坏 同时 由于这些地区承接的 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生产中劳资双方的矛盾 也被承接过来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 是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 转嫁成本的第三个阶段 这30年最大的特点 是美国充分利用金融手段 保障自己的地位 美元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货币 美国便牢牢把握这个好用的工具 一旦国内出现了经济危机 缺钱了就增发货币 对于美国来说 只是多印几张钞票的功夫 但对其他国家来说 麻烦就大了 因为全世界都在使用美元 现在美元变多了 但商品数量不变 那相应的商品价格就会上涨 也就是出现了通货膨胀 通过这个办法 美国的经济压力 被疏解到了外围的国家 要注意啊 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的成本 不只有经济成本 还有政治成本 近30年 核心国家颠覆别国政权的例子 不在少数 因为他们认为 某些边缘国家的政权 妨碍了自身的利益 当然 颠覆别国政权 这种手段过于粗暴 也容易遭到世界舆论的抨击 所以除此以外 还有别的手段 比如书中提到的去国家化 也就是核心国家通过驻军 或是推广美国的政治模式 让边缘国家的主权不再完整 成为核心国家的马前足 另外 还有一种更常见的办法 这就是干涉别国内政 面对核心国家转移的经济成本 边缘国家的政府会遭受很大的压力 社会出现不稳定 这个时候 核心国家会利用软实力和巧实力 来干涉别国内政 所谓软实力 包括意识形态化的教育文化 科研学术 法律服务 标准设定等 所谓巧实力 是指策动政治 宗教 民族 地缘冲突 通过这些手段 核心国家又是边缘国家的民众 把愤怒指向本国政府和本国制度 边缘国家的社会状况 将更加不稳定 这便又给核心国家指指点点 介入操纵别国内政 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面对核心国家转移来的各类成本 很多新兴国家的经济 刚有起色便陷入了困境 或者是在核心国家的支配下 选择了一条走不远的发展道路 温铁军教授从众多新兴经济体中 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七个国家 这些国家分别是 位于亚洲的中国 普尔其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位于南美的巴西和委内瑞拉 以及位于非洲的南非 温铁军教授进一步将七个国家 分成三组 第一组是中国和土耳其 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 都与殖民者做了比较明确的切割 因此获得自主发展经济的机会 不过土耳其受困于地缘问题 正在想办法破局 这个我们随后会展开说 第二组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这两个国家的农村和城市 都分别运行着两套不同的经济模式 农村是非正规经济部门 城市是正规经济部门 受制于二元结构并驾齐驱 这两个国家难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工业体系无法真正的发展起来 第三组是巴西 委内瑞拉和南非这三个国家 他们始终现在单一殖民地经济体系中 无法自拔 要想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可谓征途漫漫 下面我们先从巴西 委内瑞拉和南非讲起 其次是印度和印尼 土耳其和中国最后讨论 首先要说的是巴西 委内瑞拉和南非 相较而言 在这三个国家中 巴西的状况一度是最好的 2001年以来 巴西通过资源出口等方式 在国际上赚了很多钱 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储备 2011年 巴西的GDP总量甚至超过了英国 排在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法国之后 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巴西还是拉美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 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很可惜 巴西非但没有像中国一样 走上工业大国之路 现在还成了一个净负债国 温铁军教授分析了很多原因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 包括巴西在内的很多拉美国家 都意识到发展工业的重要性 但发展工业就需要资本 巴西缺资本 便把本国的自然资源作为交换条件 引进了外资 尤其是从核心国掌握的国际机构引进外资 因为这些国际机构的资本最凶厚 但代价是核心国会提出很苛刻的条件 比如控制巴西的自然资源 为了孵化本国工业 巴西等拉美国家设置了贸易壁垒 让国人尽可能买本国的产品 等本国产业成熟后再向外竞争 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由于有了贸易壁垒 国内产品缺少有效竞争 在温室中成长的国内企业 久而久之就会不思进取 导致产品质量长期没有提升 迟迟不能参与国际竞争 另一方面 进入21世纪后 国际大宗商品需求强劲 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 能够轻易地赚到钱 巴西也一样 自然资源的销售 于是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 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工业底子 被荒废了 书中提到 在巴西所谓的黄金十年里 看似GDP飞速增长 但如果扣除与采矿有关的产业 制造业增长率其实是下降的 2004年巴西制造业占GDP份额 达到历史的峰值是16.5% 8年后竟然降到了12% 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 经济是很脆弱的 国际需求量大的时候 大量资本涌入国内 但如果某个国家发现了新的矿藏 或者是页岩油开采等新技术 新能源发展起来 那大量资本又会流出巴西 资金频繁地进进出出 巴西只是帮别人临时管钱 自己并没有赚到钱 更麻烦的是 随着欧洲中国等大型经济体 发展速度减缓需求下降 巴西便陷入漫长的经济低迷期 但国家政府运转需要钱 政治家为了选票继续维持社会福利 也需要钱 为此 巴西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 当初的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很快沦为了负债国 前面提到 为了引进外资 巴西政府让渡了很多权力 导致核心国家 不仅能直接影响巴西经济 还有机会左右巴西的政治 19世纪初 美国总统门罗曾提出 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其他地区的人无权插手美洲事务 事实上 把美洲当成了美国自家的后院 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 其实 门罗主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一旦哪个美洲国家 做出违背美国利益的事情 美国就会在这个国家策动政变 从2000年到2016年 美国在拉美发动了7次政变 2002年在委内瑞拉 2004年在海地 2008年到2010年 分别是波利维亚 宏都拉斯和厄瓜多尔 到2012年是巴拉圭 2016年轮到了巴西 直到今天 巴西仍然深陷经济与政治困局 前途迷茫 回顾一下巴西经济困局的形成过程 最初 巴西有发展独立工业体系的意识 但由于缺少资本 于是把资源作为交换 引进了外资 同时 为了孵化本国工业 巴西特地设置了贸易壁垒 但结果是 由于卖资源太好赚钱了 本国工业在温室中 并没有发展起来 而且核心国家处于自身利益考虑 并不希望巴西发展出独立的工业体系 于是通过政治操纵等方法影响巴西政局 最终 巴西只能依附于核心国家 遭受一轮又一轮的细节 很多靠资源起家的新兴国家 情况都与巴西类似 比如委内瑞拉 文体军教授提到 委内瑞拉与巴西有三大相似之处 第一 两国同属殖民化国家 外来殖民人口和混血人口 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超过了50% 而且当初两国在争取独立过程中 靠的证实这些外来人口 因此在独立后延续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并且与欧洲殖民国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 第二 这两个国家都落入了城市化的陷阱 城市化率竟然超过了80% 具体在城市的大量劳动力需要工业来消化 但委内瑞拉和巴西两国的工业并没有发展起来 城市的负担可想而知 第三 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都非常的单一 资源出口在GDP中占比过大 常常国际经济打喷嚏 国内经济得感冒 并且 但凡这些国家想要收回资源主权 找回一点掌控感 就会立刻遭到核心国家的打压 委内瑞拉就是受害者的代表 这个国家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石油出口 21世纪初 时任总统查韦斯曾收回了石油主权 得益于当时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 对石油的需求增加 让委内瑞拉赚了一笔 借这个机会 查韦斯一方面改善民生 巩固选民对自己的支持 同时试图组建拉美同盟 来削弱美国的影响 但美好的时光很短暂 2014年以后 国际油价大跌 国内改善民生的钱没了 国际上组建拉美同盟行动也搁浅了 美国抓住这个机会 开始对委内瑞拉实施各种制裁和政治颠覆 甚至荒唐的宣布 委内瑞拉的状况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 构成了非比寻常的莫大威胁 委内瑞拉的困局直到今天也没有解除 我们再看另一个国家 南非 南非虽然不是委内瑞拉那种纯粹的资源性国家 但它跟巴西委内瑞拉有一点相似之处 就是在独立的过程中 没有跟殖民宗主国撕破脸 南非政权之所以能建立 是因为同意维持殖民国家的跨国公司 继续享有资源开采权 听起来有点软弱 其实有很现实的考虑 简单说 首先是如果争取暴力独立 成本太高 而且未必会成功 其次 南非希望在独立后 继续获得殖民国家的经济支持和政治认可 由于南非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原来殖民者的利益 西方国家常常在社会上称赞南非 但让渡主权这种事情 对国内民众是没法交代的 政府兜立的钱少了 就没法为选民兑现当初的福利承诺 这导致南非国内的种族之间 阶层之间矛盾冲突尖锐 仇外排外情绪高涨 改革之路更是难上加难 比较完第一组 巴西 委内瑞拉和南非 我们再看第二组新兴国家 位于亚洲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温铁军教授认为 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点是 国内经济存在二元结构 农村地区有分布广泛 组织程度比较低的非正规经济 就是类似于家庭小作坊那种小微经济 同时在城市中有高度组织化的正规经济 由于二元结构同时存在 这两个国家的产业经济 无法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无法形成规模竞争力 我们先看印度 作者提到 印度在独立后 其实有两次发展机遇 第一次机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当初印度独立后 曾在工业化方面 获得大量来自苏联的援助 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 苏联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中 不能继续援助印度了 于是印度搞自主改革 打算利用市场规律搞活经济 正如湖泊中的水 要想活起来 需要有水流入 有水流出 印度缺少能源和原材料 于是花了大量的资金购买能源和原料 原本想着生产出工业品 卖到国际市场后 资金就会流入 但印度的工业水平 还远远达不到国际市场 对产品的质量要求 就像湖里的水 止出不进 印度的国库也干涸了 后果是什么呢 国家好不容易搞起来的工业 无法继续推进 我们知道 印度人口非常多 但印度正规制造业 只吸收了10%的劳动力 剩下的人 只能分散在农田 小作坊 小工厂等非正规行业中 好在十多年后 印度又遇到了第二次机会 20世纪90年代 计算机科学发展 核心国涌现出的大量的IT企业 IT是个技术密集型产业 IT企业会把非信息技术类工作外包出去 比如咨询财务等等 这时印度的机会来了 印度曾经是英国殖民地 学生从中学阶段就普遍使用英语教育 所以能够比较轻易地打赏核心国的便车 印度也就成了世界的办公室 但可以想到 在印度国内 能进入这个与世界接轨的正规行业的人 总归是少数 温铁军教授认为 印度拥有十多亿人口 这既是优势 也是压力 要想让压力转化为优势 就需要发展劳动密集型民生经济 来满足本地需求 而这一切都有个前提 需要进行土地改革 要整合土地资源来发展大型工业 但目前印度的土地所属情况非常复杂 有的属于农民本人 有的被资本家所有 还有的土地被多次转手租借 当下的莫迪政府 虽然在强势地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但因为涉及的利益群体太多 举步违建 在这一点上 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与印度很类似 印尼曾经先后被荷兰和英国殖民 虽然印尼有2.4亿人 但这些人分散在1万7千个岛屿上 族群众多 国家要想把这么多的族群统合起来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困难 而且印尼也存在同巴西 委内瑞拉类似的情况 由于自然资源比较多 一些既得利益者可以通过出口石油 煤 棕榈油 铜 橡胶 咖啡 木材 迅速富起来 但结果会是什么 我们前文已经反复论述过了 印尼的国家经济会受到国际行情的影响 并且有被核心国家控制的风险 在这个背景下 印尼要想摆脱资源出口国的定位 发挥人口优势 转型为加工制造业大国 非常艰难 简要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五个国家 你会发现 这些新兴国家在历史上都曾被核心国家殖民 而且都是通过与殖民国家谈判的方式独立的 温铁军教授对这种现象有如下的评论 这段内容有点烧脑 我读的稍微慢一点 没有经历暴力革命 而是通过与原宗主国谈判 延续原宗主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方式 而获得执政权利的政府 他们在推进社会改革时 往往遭遇原有体制内的 那些依附跨国公司的利益集团 旧官僚境内外跨国资本等势力的激烈反扑 从而使新政权改革往往难以深入 要想保存有利于民众的改革成果 也非易事 那哪些国家与殖民者进行了有效的切割呢 最后我们要看的土耳其和中国 便是两个典型代表 温铁军教授提到 这两个国家在建国后 都曾努力摆脱对西方的依附 相对来说自主性比较强 正因为这样 目前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都已经出具规模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土耳其没有像中国一样 成为制造业大国呢 温铁军教授认为 土耳其的主要问题 可以用地缘这两个字来概括 所谓德也地缘 施也地缘 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 早在20世纪20年代 就开始抓住了进水楼台的优势 学习西方 按理说 过了100年 土耳其应该融入欧洲 成为其中一员了 但现实的情况是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 却不是欧盟成员 也就是说 欧洲国家在军事上利用它 却在经济上排斥它 原因也很简单 土耳其的地缘位置太敏感了 土耳其同时恶守着 中东通往欧洲 以及北方国家南下地中海的要道 军事意义很突出 欧美国家必须要争取 但另一方面 土耳其曾经是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与西方在理念上还是有冲突的 因此并不能真正的接纳它 何在 土耳其似乎等来了破局点 欧洲国家发展经济需要石油 却缺少石油资源 距离欧洲最近的石油出口地 在亚洲西部的离海附近 俄罗斯曾计划打造一条跨越南欧巴尔干的管道 把离海一带的天然气经过乌克兰输送过去 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爆发 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变得不明朗了 土耳其看到了机会 想要把离海沿岸国家和巴尔干地区国家联系起来 承担起能源枢纽的角色 但土耳其是否能获得欧洲国家的信任 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最后我们看一下中国 中国是七个新兴国家中 真正步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 我们还建立了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体系 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呢 文体军认为 关键之处在于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就与殖民宗主国做了果断彻底的切割 中国是一个全新的国家 主权在我 没有给核心国家留下控制的机会 不过 这似乎只能说明中国的工业体系是相对自主的 中国为何能成为工业大国 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书中提到 中国的成功在于多次妥善地化解了问题 改革开放后 中国制造业迅速发展 到1998年 我们的产能已经达到了国际市场的最大需求量 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潜在危机 面对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使用了国债投资的手段 引导过剩的生产力转向内陆的基础建设 由此维持了中国15年的经济高增长 不过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建立在外向型经济这个前提下的 只靠对内投资 空间毕竟有限 而且过去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也引发了环境污染等问题 于是中国在两个方面做了努力 一手进行产业整合压缩过剩产能 另一手呢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当2012年到2013年 全球出现经济危机 我们前面介绍的六个新兴国家 都陷入发展困境的时候 中国在2013年 确立了朝向生态文明的重大转型 并且在2017年确立了 支撑生态文明转型的乡村振兴计划 温铁军教授在他的新书 从农业1.0到农业4.0中 进一步解释了这个问题 中国的平原面积 只占到全部国土的12%左右 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 集中在东部平原地区 尤其是沿海的城市地区 而中国的山地高原丘陵 面积多达70% 这里农村广布 其实是中国最有希望 最有潜力的地方 有关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 这又是另一个系统性的话题了 今天的时间和篇幅有限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找温铁军教授的书看看 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到这儿 我们跟随温铁军教授 了解了全球化背景下 核心国家是如何向边缘国家转嫁资本的 随后我们一次看了 七个新兴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 分别遇到了什么问题 到最后我们要追问一句 广大新兴国家的出路在哪呢 温铁军教授这样回答 新兴国家尚未兴何以兴 大多数新兴国家之所以身处困局 是因为仍然在核心国家的霸权体系里 小修小补 期待游戏规则有朝一日会变得更加公平 或许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对核心国家去一负 只有摆脱附庸的身份 才能把握前途和命运的机会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